郭智仁 陳聰 楊樂生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昨天看到一個零字本來挺開心的 但大家要看得仔細一點 因為現在的線我自己的感受 是真的不斷降低的 因為我們以前 所謂的以前 講過清零的目標 其實真的是零 兩個星期是零 對 兩個星期 甚至乎再之前說28天 是零個案 記住 一個都沒有 什麼案都好 總之什麼都是零 總之這樣叫目標 但慢慢我們已經變成零本地個案 即見不到蔡足君是很開心的 都可能有輸入個案 但本地零我們都算零 然後再退一步 就是昨天的零 其實昨天都有本地個案 不過沒有源頭不明的個案 所以都是一個好的走勢 我們說這一波 不斷下來 我們希望健身室群組 可以受控 受控完之後 你追蹤緊密接觸者 的緊密接觸者 希望那個網殺得越大 能夠控制到的 慢慢跌下去 所以昨天如果開始 沒有源頭不明的個案 都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我希望從最壞打算出發 因為經過第三、第四 我也敢不敢樂觀 還有接下來大家知道 下星期有幾天的長假期 如果大家收到這個訊息 咦?沒有源頭不明了 好像穩固了 那我們不如多點出來吧 這幾天的假期是第一件事 第二,我們經歷過跳舞群組 經歷過餐廳很嚴重的確診群組 酒吧群組 經歷過健身室群組 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在每一個環節 總有一些漏洞 證明完之後 我昨天很壞 許柱昌也有說 第四波好像快結束 我心想 那是不是第二波快結束 我知道我這樣說很壞 但我們真的經歷過 如果我們這個位置 只要做漏少少 或者某些地方的人只要做漏少少 又來第五波 我們就真是沒完沒了 所以我這次提醒 我覺得如果好應該放寬 但放寬得來 我們也要檢討第三、第四波 發生甚麼事 我們哪個位置走漏了 那些位置就不要亂放了 我相信這個你自己的感受 不是許樹昌教授昨天的意思 第四波快結束 代表就是第五波開始 是不是呢? 我們直接問一問 政府專家顧問之一 許樹昌教授 早安 早安 第四波完那個 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呢? 不要說完 現在是近尾聲 即是我們要謹慎一點 因為昨天是第一日 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你也要等到 起碼有七至十天 都持續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才稍微放心 這些都是個別日子 沒錯 那些如果是相關個案或入口個案 只要是檢疫中心或經常已經罵到 沒有刪除社區 那些就不是那麼大問題 但遠頭不明個本地個案 就是個好態的關鍵 那是否預期這兩三日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合理的想法 就是應該疫情會繼續向下呢? 希望是的 因為你知道病有潛伏期 所以都要看定一段日子 如果可以持續 即是七至十天都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那這個就是絕對好現象 那剛才提過第四波 最主要就是健身室群組 算是控制到沒有呢? 因為我們見到數字是不斷下降的 但是譬如我們這兩天 其實零星都還是有些確診個案 是關這個健身室群組的事 是一直扔下去扔下去 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群組算是疫情上 我們控制了這個群組沒有呢? 那那些確診是相關個案 是檢疫中心確診的 是 那就不是說是 它沒有搞到社區廣泛爆發 那相對來說 似乎那個健身中心那裡都是受控的 因為它是檢疫了很多人 在裡面有部分人發病而已 嗯 沒有做到社區 是 所以其實我假設這個 真是第四波慢慢倒下去 但是接下來都見到政府 就說 復活節假之後都會有些少的防寬 應該 那例如可能學校會多些人上學 那另外宗教場所等等 又可能會恢復可以是實體崇拜等等 你覺得這些措施在這個階段去做 是不是都是安全穩妥的呢? 嗯 教堂裡面它是沒有飲食的 亦都有些人數限制 嗯 那學校都同一樣 它是開本日 亦都不會有這個 一起吃飲食 即是都是不會有飲食的 那相信 即是你控制了這些 那些 但可能也會有一點小息 小息 小息都會有 但是都不會被聚在一起吃飲食 現在都很混亂的 嗯 那只要你是控制到一些高藝點 那給他們回學 去教堂都是應該的 嗯 即這個時間上你都是 你都同意的 其實是一個放寬少少的時候 那你都是在說 就是復活節加之後 我們還有時間可以觀察到 是不是真的持續 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是 那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覺得很合理 給教堂學客開放 但是教授你都知道 我們每次都是很循環 就是當疫情跌進去 然後就放寬一些措施 然後可能有幾天假期 每次都是這樣 我記得之前沒有親節群組 那些 之後又會有機會上回去 這次又是一個類似這樣的狀況 疫情跌了 然後復活節假期 我們有些什麼 可以在復活節假期裡面 自己做得小心點 而令到疫情不要出現第五波 我絕對同意你的說法 每一次有長假期之後都會出事 以往 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 你現在的大口的習慣都會記住 大口的習慣 另外是高危的地方 就是小中餐廳 健身中室 這些場所真的要盡量做好空氣流通 還有裡面的衛生和清潔都做得很好 又或者我們這樣去理解 是不是如果我們不想繼續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波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件事做不到 現在做到的其實就是打疫苗呢 打疫苗是中長線 因為你不是短期每個人都打得快 你短期控制疫情 都是靠這些抗疫措施 所以當然越多人打 我們要控制疫情的速度越快 你怎樣評估那個速度 對不起 那個6% 現在那個接種率 大約是適合打的人口裡面的6% 接種了 你怎樣看這個比率的速度 6%又不算很快 但又不是很差 最大的問題就是剛剛復必泰的供應有些問題 批遲有問題 暫時又停了 我本來下星期三打第二制 現在都可能要退 希望那個供應的復星會安排到一些其他的貨員 還有他到了另外一批貨應該可以用得著 應該可以盡快拿出來用 因為香港有另一批貨 其實現在放在冰箱 可以隨時拿出來 是的 沒錯 現在以你所理解 我們是否等著 Beyond Tech和復星有一個比較官方的說法 我們可以用回來 是嗎 現在都是等著 另外我也聽到 復星在申請多一個歐洲供應商給香港 希望那個貨員會穩定一點 加多一個供應商是什麼意思 即是歐洲生產 都是德國廠 是 多一兆供應線 但都是Beyond Tech 是嗎 沒錯 所以是生產點的問題 是 至少你多一個來源 那些貨會穩定 這是在談的 現在 你現在看華爾街日報 你都看到 Beyond Tech 是留很多其他的廠 是幫他做一個生產線的 即可能他貨比較多 你估計這次出事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或其他地方 他跟輝瑞合作 輝瑞可能是用他很有經驗 他們生產很多疫苗 但其他比如大中華區 就是Beyond Tech自己做生產 其實會不會因為這個角色不同 令到我們容易有機會出事 這個就不是很清楚 因為以往我們都對於這個廠 就不是很熟悉 這個生產過程 今次有少量的貨是真的有問題 那你自己看 譬如今次出事 你的判斷 其實香港已經擺到那個批次 是否相對應該安全可以用 又或者另一個角度 如果今次出事那個批次 發覺不是一個系統性的 只是個別 你認為今次出事那個批次 其他發覺拿出來 如果真的沒事的 是否可以拿來用 原則上應該是的 它是個裝蓋的過程 可能是那些機器的問題 那就不是那個疫苗本身有問題 照計應該可以用 不過我想那個廠比較安全一點 寧願暫時用 即是調查了先 另外其實我身邊 就算我們自己的同事 他就未是三十歲以上 其實他自己都準備想打 你認為我們在未來Beyond Tech搞定 可否放寬給十八歲以上的 都可以自己報名去打 這個就要等政府決定 其實如果是復必泰 是十六歲以上都可以打 我相信政府都會調整 他看著那個貨供應 還有市民的反應 有可能是十六歲以上都可以打 是 還有現在見到國際間一些公司 其實都是做一些測試 包括小朋友幼童等等 其實這個數據你估計大概幾時會有 去年那些廠全部找了十六或十八歲以上的人 去參與第三期研究 其實今年開始真的很多廠都在招募著 那些小朋友在參加研究 我相信大約幾個月後就會有些數據 就會看清楚兒童的保護率有多高 就會知道哪些疫苗可以給小朋友用 其實你會不會建議 譬如你們專家方面有沒有一個想法 其實今年內都可以為小童 如果真的有數據當然 是可以去打這個疫苗呢 小童是可以打 不過他們相比起其他組別 他們就沒有那麼高危 因為小孩子十八歲以下 其實香港是沒有死亡率的 完全沒有人死 還有病情一般比較輕微 所以在世界各地都是小朋友 反而是比較低一點的 不是最高的要先給他們打 通常是六十以上長期病患 醫護人員其他前線人員先打了 我們又吸收一下教訓 剛才我們也提過第三第四波的疫情 我們有沒有檢討提醒大家 如果我們真的想不要有第五波出現 我們吸收第三第四波的教訓 有些什麼大家要小心注意 都是那些高危場所要特別小心 始終都是離不開餐廳的 都會有些相關的 另外是健身中心那些也是 始終空氣一定要做得很流通 我相信希望那些場所趁現在有機會 儘量搞好那些空氣系統 儘量做到換氣 我們可否有個指標 例如未來幾天都沒有一些不明源頭的個案 都可以叫做比較樂觀一些 就是疫情似乎第四波真是完結 但如果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當然你去到十四天都沒有 相對就穩陣很多 但如果你有七至十天 其實都已經開始是個好現象 因為在潛伏期裏面 大部分個案都是頭過七天會發生 所以我們多看幾天就會清楚 這就是良好願望 但剛才我都說 這方面我們過去一年 其實都是一些基本動作 我們一定要做得緊 純粹在這個階段 我們可能不夠再做多些 就是關注疫苗方面的接種率問題 剛才說6%不是太慢 但亦都不算是非常好的效率 在這個階段之前也有討論過 我們是否真的 因為又可以逐步放寬回少少措施 是不是教授你自己認為 是否可以提供各方面的誘因 去令市民無論在信心方面 還是在動機上 都能夠更加願意去接種 預約去打這個疫苗呢 那有因方面你怎麼看呢 有因方面就是如果你打了針 譬如我們之前都說過 安老院舍、醫管局醫院探病 你會有個方便 甚至乎其他那些 譬如你酒樓 如果你真的所有員工打了 如果之後有些零星個案出現 起碼你不用封他14天 你可能封他1、2天 等他做個清潔 讓他開發 如果你的顧客也有打疫苗 那就更加安全 另外那些跳舞場所、麻雀館 健身室、卡拉OK、美容業 都統一原理 如果你是所有員工打了 是 另外教授也想請教一下 譬如酒吧 他們一直都喊了很久 救命啊 快不行了 你覺得幾時他們才可以 有一個比較良好些的情況 可以去開業呢 第一都是要疫情完全受控 因為酒吧相對比較高危 另外就是他那些員工都是要打疫苗 還有他經營的環境也是要保持空氣要好流通 要解決那些高危因素 是 好今早多謝許超商教授 我真的很希望不用經常找你 我們沒有第五波就不用經常跟你談這個問題 剛才許超商教授提到 在華爾街日報 阿生你剛剛也找到 華爾街日報的角度是這樣的 他說Biontech開始找一些對手 跟他一起做疫苗 對手不是Biontech的對手 是輝瑞的對手 因為他的報導角度是這樣的 因為輝瑞現在都很緊 因為今次Biontech和輝瑞合作 他們答應歐美國家 一年是做20個Billion 即是200億 因為Billion就是10億 20個Billion就是200億 一年做200億劑 他說現在就算輝瑞 都未必可以做到這個目標 所以Biontech在找平時 可能是輝瑞的對家 但都一起幫忙 因為夠不夠 不知道他這個動作 關不關呢 是可以先給這條生產線 香港 根本 他連歐美 都未符合到 要先給他一個邊線 才能照顧到大中華區 這就要問清楚一點 但在數量上 我相信現在的需求 其實是無限的 你說香港買了很多 香港以外的地區 其實很多地方都仍然需要 在生產的需求上 其實我覺得是無上限的 你暫時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不過 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 香港其實 我覺得是要正面對待的 政府之前買得多 其實都是一個信心的保證 買多了 都是信心的保證 不過 我們要深思一下 現在我們在說 Beyond Tech 第二批 其實是封存在 如果可以 藥廠說可以 可以開出來給大家打 那個是第二批次 但是 科興 現在才說 一百萬劑的第二批 又來香港了 但是現在好像 真的暫時 真的擺在這裡 根本現在 預約過人數 根本打不及 很多來 但是我們打的人 根本 都不是那個數量 或者預期的期望 這方面確實 又是 最後都是回到政府的責任 你不可以說 賴市民為何不去打 有很多問題 你要解決憂慮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這些 是提高接種率 最大的 可以做的事情 最大責任 都是回到政府身上 其實本來 安老院 是可以吃了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大量 但是因為最近 安老院哪有這樣 代表老人家 答應做 所以這段時間 你更加需要 安府 說服家屬 和安老院的員工 和同事 安全的 如果不是 只想打 那批不打 就算開放20-30 我相信 他們未必會 各個選擇科興 所以這個要接受現實 你必須要說服 現有那批老人家 怎樣可以打了科興